在她還沒有開始跟我說 她要跟另外一個男生去慶祝情人節之前 我希望能夠給她一個Teaser 讓她可以感受一下情人節應該是怎麼樣的 今年的情人節有一點點的不同 因為我的女兒她現在剛剛步入少女年齡 她是13歲 所以在她還沒有開始跟我說 她要跟另外一個男生去慶祝情人節之前 我希望能夠給她一個Teaser 讓她可以感受一下情人節應該是怎麼樣的 接下來的計劃就是我預計了八年以後 我的最小的孩子她就已經是12歲了 姐姐也是就20歲了 那麼我是打算說我就跟我太太離家出走 把房子交給他們 他們四個人在家裡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 自己照顧自己 自己學習 學習獨立 那麼我就跟太太 我們就會回到船上 一個星期可能固定的兩天 三天 會回去看看他們 我覺得這個就是長大了 應該讓他們去 我們就應該要奪回我的二人世界 不能夠老是有入侵者在我們的婚姻當中 對不對 更多精彩視頻 請到 Channel8News.sg觀賞 登出 永遠 完全 暴露 永遠 情 永遠 情 永遠 從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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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